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很开心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医董延林中医师到节目中来 跟观众朋友谈一谈中医对于耳朵疾病的治疗 董医师您好 主持人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董医师啊 我们耳朵的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听到声音 那耳朵如果要有生病的话 大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常见疾病呢 我们的耳朵的疾病 大体上分两大类 一个就是外伤性的耳朵的疾病 一个就是内因性的耳朵的疾病 那外伤性的疾病 就你比如说打伤了 打到打把耳骨膜打坏了 或者耳神经打坏了 引起耳聋是吗 比如说外科手术了 有的时候有一些外科手术也会造成耳朵 长期的吃某些药物造成的耳朵 也有也有这种 我还碰到有的 有一个老兵啊 他这个抗战的时候啊 被这个日本人的这个大炮 震龙的 震龙的这一种 也碰到有一位 读小学的时候 那被他的老师啊 打耳光 哎呦 打耳光 打聋了 是 所以 那都属于外因引起的 如果内伤性的 就是 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 中耳炎了 发炎 耳朵发炎了 还有一个种 中医讲的 有一种叫 渗水不足造成的耳朵 他不过这一种都是 先耳鸣 再后来慢慢的耳朵 内因外因 两个大类 但是 有各种不同形式的 你比如说我们 也有一种 就是说 小的时候 这个游泳 不小心 这个耳朵 这个水要 灌到耳朵里去了 本来就引起耳朵发炎 那 这个花浓 把那个耳骨膜烂坏了 后来也造成耳朵的 也有 蛮多形式的 造成的 蛮多原因造成了 各种不同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 不是耳鸣 就是耳朵 本来就是 耳鸣就是耳朵里 就是嗡嗡作响 会有很多种声音 很多种声音 很多种声音 是啊 那我常见的 就是说 残叫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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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声音 是 有一种是 飞机的声音 好像开飞机的声音 还有一种是 马大的声音 马大的声音 轰轰隆隆的 比较大声 对 还有一种下雨的声音 是啊 下雨那个来了 还有刮风的声音 是 还有碰到一种 本省人有一种 卖面茶的 那个哨子 你晓得吧 有 听过 对 那个哨子的声音 也有碰到过 所以是行星色色的 都有 都有 所以每一种耳鸣的声音 代表不同的 不同的地方 引起的疾病吗 它可能 这个与这个神经 听神经的部有点关系 可是它造成的原因 那大概都是 都是因为 中医讲 上焦 有时候又风热 比如感冒了 感冒了以后 它这耳鸣 引起了耳鸣 是 这一种 那还有一种 就是你长期的熬夜 长期的熬夜 用脑用得很厉害 这一种中医上 属于圣水不足 那中医它有一个理论的 它叫圣开窍于耳 哦 圣开窍于耳 是 所以我们的 你看五官所以讲的 肝开窍于目 肺开窍于鼻 脾胃开窍于口 神开窍于耳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的肾 我们的肝 这是提 我们开窍了以后 发生作用 这是用 这是一个提 一个提用关系 是 它实际上 是先有内脏 就是肾 它的水不足 不足以 寒运 这个上焦的 这个 因为要平衡嘛 你能量和这一个 水分 就是和物质要平衡 是 结果这个热量 上焦的这个能量 太旺了 水不平衡了 影响到耳朵 终于这个人 肾水不平衡 不平衡了 对 是 它才引起了耳鸣 对 所以说这样子看来的话 在中医看来 耳朵的不论是耳聋 耳鸣 其实是跟肾有关系 对 另外就是耳鸣 是不是也会引起眩晕呢 这一种是另外一种病 这种一般的 它就叫梅尼尔士症 梅尼尔士症有三个药件 梅尼尔士是一个法国人 这个人 这个人 他就是研究这种病 很有心得 那后来他用他自己的名字呢 就起了这个病名 是 那肾水的这种就蛮多的 那梅尼尔士症有三个药件 第一个就是眩晕 就是人会眩晕 眩晕房子 发多的时候 好像你这个人的站不稳一样 一周天旋地转 好像强倒 厉害的强倒 屋塌 那房子倒了 屋就塌了这样的 很严重点 第二个药件 他就会想吐 第三个药件 就是耳朵会叫 耳鸣 所以三个药件 如果是具备了 你去医院里看 或者去检查 大多都是 做大多数 都是这个叫做梅尼尔士症 是 那这样子是不是 如果在中医看来的话 也是跟肾有关呢 这个一部分是与肾有关系 一部分是与小脑有关系 小脑的平衡 小脑平衡的 有关系的 一部分是与肾有关系的 不禁人 所以说其实是有一些疾病 会导致耳鸣 对 在您这么说来的话 对 有一些疾病会导致 我刚才讲的感冒的时候 有的人就会引起耳鸣 是啊 那个身水不足 经常就是说 熬夜 用脑用得很厉害 这种也是引起耳鸣 所以说引起耳聋耳鸣的原因 其实是蛮多的 蛮多的 一个小小的耳朵 我们这样子看起来 可是它其实很多的疾病 会引起耳鸣耳聋 耳聋的部分 那中医也有分 你比如说 它有老人性的耳聋 老年性的耳聋 年纪大了 它慢慢的精神已经退化了 还有一种 现在讲的耳朵中风 耳朵也会中风 耳朵中风 就是听不到了 忽然听不到了 中风 那这种中医叫什么呢 叫暴龙 暴就是暴就强 强暴那个暴 残暴那个暴 暴龙的意思就是 突然 突然 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龙了 这种中医的病名叫暴龙 暴龙的人呢 常常 我也治过几个 治过几个 人并不多了 什么样的人最多呢 作家 作家 长时间的 夜间写作 熬夜 是 他灵感一来 你就停不下来了 停不下来了 整夜不睡觉 那在吃的食物不对了 比如睡得上 油炸的东西 燥热的东西 是 那么太过量了 那写东西 写了写了 就忘掉时间了 结果整夜都不睡觉 连续几个月 我碰到 这种好几位也是这样 突然就暴龙了 突然就听不到了 听不到了 这种叫暴龙 这个中医有的救吗 在你看 这个有救啊 可以有的救啊 我治过几个 还蛮有效的了 对 所以说中医 其实在治疗耳朵 比如说耳聋 耳鸣方面 是有方法的了 对 当然 有 古来也有很多方法了 我们现在的人 研究的 现在的治疗的方法 也蛮多的 那这样子听起来 如果耳朵有耳鸣 耳聋的话 找中医就有救了 对不对 对 那我们中医 是怎么治疗的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刚刚董医师 为大家介绍了 耳朵的疾病呢 大致分为耳鸣跟耳聋 那么中医是怎么来 治疗耳鸣跟耳聋的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 董医师 那我们中医 可以用两个 两大类的方法了 一个就是针灸 一个就是针灸 一个就是药物 那针灸呢 我们就是按照 顺经取血 刚才讲的不是 耳朵的附近的 有三胶经 有胆经的学位吗 您刚才有 私底下有说 其实就是耳朵是有两条经络通过 一条是三胶经 一条是胆经 所以通过这两条经络 就可以来扎针 可以治疗吗 可以 我们常常用的 比如说 就是有的是近端取血 近端取血就是 取着耳朵附近的血位 耳朵附近的血位 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轻功啊 轻慧啊 耳门啊 是 下官啊 这些学道 还有 这有个学道叫交孙 这里还有 而后边有个学道叫一峰 我们就用这个近端取血法 那另外一个 还就是配远端的取血法 远端的取血法 我们说这个手的 在手 手背 就要经理这个中都 我们出去这个血道 是 血道 那加上说 我们认为它 肝胆经的火很大 肝胆经的火很大的话 我们有时候 我也配合上太冲 太冲 也配上 如果身虚性的 有时候我们也配上 腹流血的 在这个胶碗的部分 我们也配上 这样子 不是倍分之倍的 如果抽得的 大概我治疗的 极少的例子 是不好的 大多都可以治疗好 就是疾病不要拖太久的 太久了就很困难 就困难了 因为它的神经 比如说 这有的都坏死掉了 已经定型了 你再加上恢复 就很困难 是 那中医呢 也有药物治疗 常用的叫 有个叫耳龙作磁丸 有一个叫磁石地黄丸 磁石地黄丸 还有一个叫磁珠丸 那加上说 有感冒引起来的 这种就是风热性的 那我们只要把它的感冒治好 它的耳鸣自然也就好 是 对 所以方法都 方法有很多种 对呀 刚刚是谈到耳鸣 那耳龙也是一样可以治 可以 耳龙就是治疗的方法 有时候是和一样的 去学到一样的 那在我记忆中 刚才提到 有一位抗战的时候 您说他的耳朵被炮弹的声音震聋了 震聋了 四十年了 我没有想到可以治好 那刚才我还提到有一位 他小时候都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被老师打耳光 打聋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您提到这儿 我就想到不论是老师还是家长 其实在教育小孩的时候 还是不要动手 不能打 对 因为打到脸上 有些耳朵的部分 对 因为一生气下去的时候 那个手的力量 有多大 有时候很难控制 对 因为在肾怒之下 是 就是很难控制 对 对 所以他那个小朋友被打聋了 你说他长大三十几岁之后 再来看您 再去看您 您还把它治好了 对 那个还要治好了 也治好了 假如说耳膜破损 还有的救吗 耳膜破损 我没有办法这个 耳膜破损就没有办法了 没有办法 对 因为我要碰到这个 我就跟他讲这个 我就没办法了 无能为力 是 所以说就是只要在耳膜是完好的情况之下 如果发生了耳迷或者耳聋的情况 其实中医是有办法可以治的 可以 很多都可以治 听神经的部分 而且 对 只要没有切断 外伤性的切断 不要切断听觉神经就可以了 你用针灸给他 那个神经给他再活泼起来 是 他就可以 绝大部分可以恢复 是啊 对 哇 所以这样听起来 其实耳朵的疾病 原来中医也是有这么多的方法可以治疗 有有有 没有耳聋啊 这些 或者是有的人长期耳鸣的 其实他们自己来说是很困扰的 特别是突然像您说的那种暴龙啊 是 耳朵突然听不到了 其实他当下会很紧张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紧张 这种啊 那个忽然听不到了 嗯 就是 咦 怎么会说人家喊到他听不到 是啊 这个病我碰到过两个 嗯 还有就是 我刚才讲的 那个感冒啊 上 风热上弓 是 感冒风热上弓 忽然听不到的 嗯 这个也碰到 也是可以治疗的 也可以治疗 你只要把感冒给他治好了 嗯 他的耳聋就就就就就好了 是 他那种不是全容 嗯 不是全容 他这个还可以听得到 但是要 很大的声音 才听得到 所以其实耳朵对我们人体来说是很重要啊 对 他如果说听不到 或者是耳朵里面成天轰轰叫 都会让我们 非常的不方便 对不对 那我们平常要怎么保养我们的耳朵呢 嗯 中医一定有一些很好的方法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 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 刚刚董医师为大家介绍了 中医治疗耳鸣 还有耳聋的一些方法 那么对于我们的双耳 我们平常要怎么样去保健它呢 中医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董医师 董医师啊 是 是我们这个耳朵啊 被您这么一说啊 我觉得其实平常的保健还蛮重要的 其实我有时候在上班的时候啊 不论是搭公车或者是坐捷运 看到现在时下很多的年轻人都塞个耳机在耳朵里 而且音乐放很大声 这样子对他们的听力会有损伤吗 在您看来 对 因为这个长时间的 这种耳机就是塞到耳朵里头啊 短时间应当没有问题 长时间的话 你这个会造成这个听神经的一个疲劳 会到过度的使用 是 你人体的器官 你哪一种器官 你过度使用都不对 都不对 所以 尤其你在工作的时候 一面耳机这样听到 甚至有的人 我看他骑机车也一样塞耳机 这样子我觉得还蛮危险的 就是啊 你骑着机车 你就在你心无二用嘛 在家的 是啊 对 你还有的人走着路 过马路 你就这样子 万一有车子来怎么样 你就分散你的精神 发生问题 最好不要这样 对 所以平常你会不建议大家 就是塞耳机 对 我最好不要 要听音乐呢 最好就是把它放出来听 对 不要戴耳机 对 不要戴耳机 尤其你在工作的时候 这样 我按照耳朵的保健上 是非常的对耳朵不好的 是 对听觉有影响的 是 那么平常我们要怎么样保健我们的耳朵呢 中医有什么方法 中医保健耳朵 中医讲 圣开窍于耳 圣开窍于耳 中医又讲 圣足水 足水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足控 足宰着水 水是指的身体里的 所有一切的腺体 就是说耳下腺 耳下腺 扁桃腺 所有的内分泌腺 大家的生日腺 更不要说了 他足控这个 如果你身体的腺体 你不够了 你分泌不够了 你久了 你这个地 你这个耳朵附近 刚才讲耳下腺 对不对 你的清神经 没有这个气血地 就过不来 就他的 弱氧 乳氧 就不够 是 你不够 那这个地方 这个神经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那当然 他的功能就会 减弱 减弱了 对不对 或者他发出一种警信来 你比如说 我们的耳鸣 耳鸣就是耳朵 发出一种的警信 他告诉你 我这个地方 已经受不了了 有问题了 这地方已经营养不良了 水分不足了 请你快快帮忙 不要这样子了 原来耳鼻是已经发出求救 耳朵发出求救的声音 求救的信号 是 所以你就这个时间 那你就在生活上 那你就要多注意了 是 那第一个 比如说 你不要去熬夜了 不要熬夜 为什么不要熬夜 跟耳朵有关 你熬夜的时候 就消耗身体的水分 我刚才讲不是 煮水吗 你水分 你就好像灯一样 你甜甜胆的 你不加油 天天使用 不加油 不加油 你这个神经就受损了 对 对不对 它这个是一个警号 事实上 是 那常常就碰到 在临床上 开始就是耳鸣 耳鸣的时候 久了 他就耳 耳让众听 众听久了 就是耳聋了 有一点 就是很明显地可以说明 如果你耳鸣的人 如果你熬夜经常 你耳鸣的声音 它更厉害 是 你用脑用得很厉害的 他耳鸣的声音 就更厉害 你吃就是煎炒油炸 就是 上火的 容易上火的食物 上火的 煎炒油炸 这些燥热的 它就消耗你身体的水分 是 水分 你再补充不够 是 就会影响耳朵 是 是 这么样的 那这样反过来说 表示说 我们第一个 不要吃消耗太多水分的食物 那反过来叫 补 多补充水 多补充水分 多吃 多喝水 对 多喝水 多吃有水分的食物 是 你比如说 现在人就提倡 天天五蔬果 五种蔬菜和水果 那多少呢 它要有个量 就是你吃菜 每一种菜 你吃那个 就是吃饭的碗 一碗 一碗大约就是一碗 是 那水果是多少呢 大概和你的个人的 拳头那么大的一份 这样子 大概这样子 就适合你 每天的消耗量 是 大概是这样子了 所以耳朵的保健 平常保健就很重要 是 那有没有一些什么 按摩的方法 有 有 就我个人 我是做了 就是按摩的这个动作 现在示范给大家看看 好啊 好啊 太好了 对 我这个动作 是这样子做的 把手 食指跟 对 你把你的 食指跟中指 食指和中指 好像一个剪刀一样嘛 对 剪刀一样 这样 这样 这样分开呢 是 分开就夹着这个耳朵 哦 是 然后上下戳 耳朵 这样做 做多少呢 做 早晚个做36次 36次 对 九的倍数 中医是讲36次 36次是一个 它有道理的 哦 因为这个宇宙 这个圆周率是360嘛 一圈360度 一圈是360度嘛 是 中医是讲求天人合一 或者天人相应 是 相应 那所以它很多动作都 3636这样加上去 那上下算一次吗 上下算一次 对 是 因为这个 两耳朵的 你看这前边 这个都一拍穴道 这有三个嘛 连这里还有 在后边也穴道 它这等于是一个穴道的 一个 一个通体上的按摩 综合按摩 综合的按摩 是 所以蛮有用 蛮有用 所以贝宁这么说啊 其实耳朵保健也不难呢 只要我们注意 我们用两个手去按摩耳朵 还有呢 就是平常的不要熬夜 对 然后也不要 也不要吃一些 容易上火的东西 这样子呢 就可以长保我们的耳朵 是常常是耳聪明目的 对 还有远离噪音也很重要 好 还有远离噪音 对 也很重要 是 今天非常谢谢 董医师到节目中来 跟我们观众朋友分享了 这么多中医治疗耳朵疾病的一些 方法跟尝试 那也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